人間去而行 禽獸接著依而走 湖江 海內之地 己無人類 信太原有人主之尊 而天下屬意 太封曰此後復和如 純封曰此後依觀納入之事 使而大盛身一言無許 向之者又喪中 白玉 上黃盤河中 而天下有三立 地名一時 深蓋此時者 皆向莫大之福也 太封曰落此者多少年 臨發預言未來 純封曰如此者六百年 後來天出口 山內水泥 使壞國家 雨 世人名晃晃 磨往生天 人間四目 牛五足 頭身一味 尾身 餘口 而天下大怪 有口者約邏輝 二目者約國 屬身當雅 取 磨盡煙 背上身 腰中出手 天上無清晨 地下如山河 醒 有向恩之主出煙 憑者天之 負上無清晨 地下如山河 醒 有向恩之主出煙 憑者天之 負上無清晨 地下如山河 醒 有向恩之主出煙 憑者天之 負上無清晨 地下如山河 醒 有向恩之主出煙 覆者兩自 而人皆享 初詞 當時二 仁一畜生 二變 不外走 大者虛弓想著 又要走 太宗曰以后如何 临发于言未来 纯宫曰此后二百十年间 虽至乱相寻 然不至于大乱 过此 以往 海内又有海 天上更有天 人马都难走 苦死忠愿能害 有也唱盖证数 猫儿不轻生 见知者曰有儿 视知者曰无形 而天下大乱者六十年年于二 太宗曰此后又如何 纯宫曰此后不至于乱 两两相智 有须之年 人数尽 天地 何以 太宗曰以 正知之语 李纯尽风葬头师晚 家 家 家 零零母 回 梅花师 梅花师梅花玉树 宋少方杰少佑先生梅花师十章 零一 荡荡天门万不开 几人归去几人来 山河虽草非完毕 宋世天安 不幸黄金世过胎 金人不寇 零二 湖山如梦是全非建都领安 再见如梦向北非 远兵入领安宫宗北寿 三百年来终一日 地离 长天地水汗淋梨 地离富汗 零三 天地相成树地园 远远远时事 呼逢甲子六星园 远世祖孤立列 年华二八贤温改 远坐八十八年 看尽残花总不言 幻冠龙穿不复慌 零四 必竟英雄起不一 明太仄爵起微賤 诸们不是救黄金 改勾金鶮 二十八年